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回来 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最宝贵的财富 有一个年轻人总是抱怨自己穷困潦倒 时运不济 他常常自愿自爱地说 要是能有一大笔钱该有多好 到时候我就可以做很多事 享受人生 有一次 一位智者恰巧听见了他的抱怨 于是面对年轻人说 你为什么要如此抱怨呢 其实你已经很富有了 我怎么会富有 年轻人觉得很奇怪 我根本没有什么财富 比如说你的眼睛啊 你愿意以十万元来卖我一只眼睛吗 智者问 年轻人慌忙说 啊 不可以 我的眼睛是说什么也不能卖的 智者又说 那么砍掉你的双手 我会给你许多黄金 年轻人能回答 不 我也绝不用自己的手去换取黄金 于是 于是智者便笑着说 现在你知道了吗 你可是拥有许多金钱 也交换不了的财富啊 为什么你还会埋怨命运呢 这故事告诉我们 身体与生命的价值 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在佛法修行的道路上 我们已经具备了宝贵的人生 应该好好利用 以慈悲菩提心为准则 萃取生命的精华 获得极大的利益 好好思维人生难得 如果人生的目标 只想获得现世之乐 这样的生命对自己 和众生而言 都非常没意义 如果现在不开始好好修行 来世怎能从获人生呢 在佛法修行为准则 力量精进和健康人生 都是无价之宝 是金钱无法买到的 我们应该了解自己何其幸运 能出生在佛法的环境之中 得益善之事 并接受其教导 现在正是我们善家利用宝贵人生 往菩提道上迈进的重要机会 中文字幕——YK 精进的利益 在佛陀的教法里 精进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修行条件与功德 什么是精进 就是对善法的真切向往 以及不断的努力 刚破八大师教导 增长精进的方法 一是智力 二是慧力 三是回向力 精进要有智慧 如果智慧力不够 缺乏思考能力 反而会往恶的方向堕落 真正的精进 一定是行善事 修善法 利益众生 而非一味自私自利 再者 精进修行之后 必然要回向 回向正德无上菩提 让自己不断成长 因此 有梦精进修行 现世安乐 必然现前 经典里面 记载了许多精进的利益 劝力行者 必须努力培养 这些精进功德 一 一切今世后世道德利益 皆由精进德 二 菩萨欲自度度人 欲度一切当情精进 三 精进是一切善法根本 能出生一切诸道法 乃至阿尿度罗三秒三菩提 四 精进能启动 歇世福德 足于润种 能令毕生 此意如是 虽有歇世福的因缘 若无精进 则不能生 五 能承办一切佛法 能承办一切佛法 精进是成就菩提之音 一个人如果精进 成就无上菩提就不困难了 有精进的地方就一定有菩提 故说依精进力固解脱诸部位 依精进力固素证大菩提 往昔世尊与弥勒等诸菩萨 同时发心求证无上菩提 因世尊精进力固 超越九节素成佛果 十项激励自己的事 西藏刚婆婆大师所著之圣道保满 包含了阿底霞大师 于密勒日巴尊者的修心和禅修口诀 是一种解明易领会的法门 每一修行主题皆以实法说明 本篇以实相激励自己的事为例 鼓励修行者培养道心 一思维侠满人生的难得 来激励自己修行佛法 二思维无常及死亡 来激励自己去例行善业 三思维业果不坏的道理 来激励自己舍弃罪恶不善 四思维轮回过患 来激励自己修成解脱 五思维轮回众生的痛苦 来激励自己修炼菩提心 六思维众生的种种颠倒迷惑 来激励自己去广泛的闻思 七思维尽除迷惑习气的艰难 来激励自己修持 八思维此恶卓时代烦恼旺盛 来激励自己对质烦恼 九思维此恶卓时代 来激励自己忍辱 十思维散乱攀缘 游游游忽呼呼的虚度人生 来激励自己精进 这是刚泼巴大师总集口传 法药策立自心的方法 总而言之 菩萨欲托生老病死 度化众生当一心精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常因观察懈怠的种种过患 如黑云复明 或如火烧林野 而思维精进的种种利益 今世 后世 佛道 涅槃之力 皆由精进 如果具足精进 则一切白法功德皆能开显增长 以精进力固 善法之功德才不会减少 也才能获得无边智慧之正觉宝藏 今世 佛道 涅槃之力 读诵月灯三昧经 在西藏流传着一个故事 在释迦牟尼佛注释的时候 月光童子为其弟子之一 有一次 世尊在讲授三摩帝王经时 问众弟子 有谁能发愿在未来世弘扬此经 月光童子便起立说 我愿于未来世弘扬此经教法 饶意一切友情 当时其余弟子亦发愿 要一同帮助月光童子 弘扬三摩帝王经 三摩帝三妹王经 汉语为月灯三美经 月灯三美经的主角月光童子 后来转世为钢波巴大师 而且月灯三妹 在噶举传扬城里 被视为大手印法门 所以月灯三美经 在西藏有其特殊的地位 及影响力 备受重视 本经的内容非常丰富 共分为十卷 卷一 月光童子至佛所发问 佛言有一法素得菩提 所谓平等心 卷二 童子于生得如来 智永如来 无所有起如来 吉诸如来所 修此三昧 卷三 佛告童子 有一法相应 素得菩萨 卷四 童子问成就极法 得诸法体性平等 无戏论三昧 卷五 童子问 受此此三昧经 得己功德 次第发问 佛一一答 卷六 佛告童子 应需成就善巧 助不放异 六度行中 每一行 说十法门 卷七 佛令童子 修菩萨神通夜本 即说 生得如来所行 卷八 佛告童子 欲求是三昧 虚行财师 及舍身 卷九 佛送出因地 所行 失戒等难行苦恨 弥勒赞此三昧法门也 卷十 具足深界 口界 意界等界 能招向好 及清静深夜 清静深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灯三美金 在印度、尼泊尔、西藏等地广为流传 在中国、日本却较不受重视 十分可惜 中华印经协会会鼓励大众读诵此经典 可以新式标点段落 重新编辑出版 欢迎大众索取 免费结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名 台湾救狗协会 新逢燃灯古佛圣诞 慈悲制业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礼拜药师宝灿 既护生慈悲师时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9月17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仪共母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孔照 高雄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方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利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八观哉戒 护生即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意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在佛法是否有任何的限制知回向的部分 因为有很多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到哪个程度是还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世界 或者已经超过到极乐世界 那我们在回向的时候是否有任何的限制 那可以有请赞赞师傅来跟我们分享 回向 它是一种回小向大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内心小里小气的那种心 变大叫做回向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一直重视在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亲 我的祖先 那回向的力量就很小 所以佛教里面希望说 我们把所有的众生都当做我们的父母亲一样 这个在中国也讲过嘛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白话就是说 把我的老人照顾好了 同时也要照顾到别人的老人 别人家的老人家把他当作我的父母亲一样照顾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所以说照顾我的小孩也要照顾别人家的小孩 把他们当作我的小孩一样照顾 这很符合佛教的重点 佛教的回向就是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甚至到很好的亲近的佛陀的世界 极乐世界 乃至于未来他可以证得跟佛一样成佛的果位 所以我们的回向重点一定要放在所有的众生 决定来说 我们去扫墓的时候 这里有一百座坟墓 我拜拜完我的祖先 希望他离苦 希望他快乐 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我也要同时把这个念佛做上戏做功德 的这个利益功德 回向给所有这里坟墓区的众生 希望他们都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去到亲近的佛陀的极乐世界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希望所有的众生 不止往生者 所有的活着的人 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不认识的人 这个地球上的人 乃至于佛教说的 法界众生 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才叫做回向 回向的重点就是 我们祝福他之外 要把你的心量开展出来 回小心 向大心 所以佛教讲的回向 是回小向大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的功德 越做越大 回向出去 给所有的众生 这是回向 所以不管我们的祖先 有没有去到佛陀的世界 有没有超度到极乐世界 总是有其他没有超度的 那一些老祖先 那一些往生者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去到极乐世界 这才是佛教的回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